我們持續來關心的是在經濟產業上面的消息 是來自於路透社的報導 我們來看到是華為百度正在囤積三星電子生產的這一款 高頻寬記憶體HBM的晶片 這一款叫做HBM21 好這個型號的部分比目前最先進的這一款是HBM31版本 還要落後達到了兩代 未來是可以用在華為的升騰AI晶片的 目前主要三大的生產商 包括了南韓有兩家是SK海力士跟三星 美國現在有一家是美光 大家也知道現在貿易戰下面 美國隨時都會出手 所以現在大陸也預作準備了 怕美國接下來恐怕還會將加大 它對它的晶片限制的出口 所以大陸企業趕緊來囤積這一款高寬比的記憶體 我們做一個統計 中國現在進口的 這來自於三星的HBM21晶片 占三星營收HBM款達到三成 七月份南韓對中國的出口也因此年增幅達到了大約15%左右 至114美元創21個月新高了 剛剛提了美國隨時都在針對中國做出各種的限制 包括在AI上面的各種限制都非常的快又非常的猛 現在中國大陸像南韓大買這一款晶片做囤貨 為什麼美國到現在都還沒有做管制 如果真的做了管制 真的就能夠掐住接下來中國AI的發展嗎 委員你怎麼看 我們先說明一下大家講HBM 其實不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就是DRAM 只是說它DRAM這一款東西 大概有四個或八個DRAM的晶體 把它堆疊出來 把它堆疊出來 以前是平面的 現在把它堆疊出來 堆疊出來它會有特殊的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說速度會更快 然後所以叫做平觀會更寬 然後這一個曲名叫High Band Width Memory 其實就是DRAM的晶體所堆疊出來的 這樣堆疊出來的一個方法 最早是由三星電子跟SK海力4 還有AMD三家所開發出來的 現在已經變成當道流行 為什麼以前不流行現在流行 因為以前貴 你立體的3D堆起來總是比平面的來得貴 而且貴大家就不用 但是問題是AI需要更快速的運算 所以AI這種快速的運算 它所需要的也要更快速的頻寬 然後更小的體積 然後更小的能耗 堆疊晶片起來就是一個作法 但是成本高沒關係 反正我AI晶片也很貴 NVIDIA漲價漲了三倍 股價漲了12倍 就是這樣來的嘛 所以大家覺得說我竟然花大錢買這麼貴的 這個GPU的話 那我如果不配有一個 那效率上就沒辦法充分運用 所以HBM就變成現在當紅炸子機 HBM早就有了 只是以前大家覺得太貴不划算 那這個美國有沒有要打壓HBM 現在GBM有兩款 HBM2E跟HBM3E 那就不管它第二代第三代 那是技術問題 現在成熟的產品是第二代的 而且產量比較大的也是第二代的 那中國在掃貨 當然從不管二代三代一起掃 全部會掃 那現在中國的HBM 剛開始自己做什麼長江存儲 開始在做這個東西 所以掃這個貨 那你說美國為什麼沒有禁止 美國來不及禁止 為什麼 因為生產HBM 有兩個大廠就在中國 一個叫SK海力士 一個叫三星電子 他們記憶體的大廠都在中國 已經在那裡了 已經在那邊了 所以這是涉及到他們 廠物調度規模的問題 所以對中國來講 不管你在韓國生產的 或者是韓國廠在中國生產的 只要有它就少 只要有就少貨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中國在最近這一個月 七月份的時候 進口金額突然爆漲 跟這有關 因為它從韓國進貨 事實上SK海力士 在其他國家都有設廠 只要有的就少 有的就少 所以你看到七月份 中國的經濟 出口成長沒有太多 為什麼進口成長這麼高 當然不只掃機器 也要掃原料 掃原料就在等著 要不要制裁啊 那等到說貨囤過了 等到中國自己的產能上來了 中國目前HBM的產能 相對還是比例比較低 那等到上來了以後 那你制裁吧 你制裁我就度過這個難關了 所以整個策略是這樣子 好 所以 因為這個三星他們自己有在 SK海力士有在中國自己做生產 但是如果說 美國也開始限制這個HBM出口中國 韓國會乖乖的聽話嗎 老師怎麼看 我會覺得就是說 你要韓國乖乖的一個聽話 其實美國要給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利益 能夠去讓南韓也好 或者是三星也好 他認為就是說 有利可圖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國的一個禁令 針對南韓或是針對三星 它才能夠奏效 但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南韓 它也不是軟柿子 它也會盡可能在整個這個 中美國博弈的一個過程中間 去取得自己本身最佳的一個 戰略的一個位置 因為畢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也就是說中國它其實 也進口了非常非常多的一個 南韓三星的HBM21的一個晶片 那這樣的一個晶片 其實也佔三星整體晶片營收的 HBM的晶片營收 大概佔30% 那所以七月的一個時候 數據就很明顯的講到就是說 南韓出口對中國的一個比例 已經增加14.9% 它就是一個114億美元 這樣的一個概念 創了21個月的一個新高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對南韓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利益 那你今天如果美國要出招 然後迫使南韓或是使三星 它能夠在這整個 它要在這個整個晶片的一個出口上面 特別針對中國的一個出口 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 這是違反南韓的一個利益 違反南韓產業的一個利益 甚至違反南韓的一個國家利益 那所以呢 如果你美國寄出這樣的一個禁令來說的話 那南韓當然會盯量就是說 你到底要拿什麼樣的一個資源跟我換 那所以現階段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南韓在跟美國談判的過程中間 南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個籌碼的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南韓真的願意一直做美國的一個小老弟嗎 這個一直是一個值得深究的一個問題 南韓他一定會去在自己本身的一個最佳 找到自己本身最佳的一個戰略的一個地位 甚至某種程度 我認為他可以去打中國牌來平衡美國 對南韓之間 南韓的一種權力上面的一種要挾 因為畢竟我認為就是說 之前幾年 中韓的一個關係一直沒有非常非常的好 那其實現階段 南韓對中國的一個出口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在整個這個晶片的一個出口上面 既然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一個利多 那這個部分來說 對南韓的一個經濟上面的一個支撐 或者是成長來講的話 確實是有效的 而且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也能夠去緩和中韓之間 本來比較不目的一個關係 那美國你今天出手 那南韓到底要去跟 到底要去跟美國去怎麼樣博弈 我覺得中國牌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邏輯 非常符合邏輯的一個概念 那第三個來講的話 就是就三星它自己本身的一個 經濟或產業上面的一個利益來講的話 今天已經咬到嘴巴裡面的一塊大肥肉 那你現在要我硬生生的把它吐出來 這個對於三星來講的話 也是一件情和以堪的一些事情 所以站在企業的一個本位主義的 一個利益考量上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跟美國要談的一個部分 還非常非常的多 好 我們關心完這個AI晶片高科技領域 我們持續來關心也是高科技 現在華為說2024年最早最新的一個發展 是年初要以MAT60來連接它的衛星網路系統 所以我們剛剛的低軌衛星 我們現在也想要來看看 因為現在華為的這個系統 連接衛星網路可以來沿看 可以為未來帶來它的手機上多大的利益 那個基本跟我們短答就好 謝謝 我們之前MAT60 Pro那時候發表的時候 可以進行衛星通話 其實當時是它產品一個極大的亮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衛星電話又大 而且它的這個通信又貴 那試想你只要買一個MAT60 Pro 而且開通它的功能 你居然可以進行衛星通話 也因此讓這款手機 當時確實引發一股風潮 而且最近它連接衛星這種網路進行試驗 其實它本身效能不錯 包括上行1MB 然後下行就是這個下載5MB 這樣的一個功能像你一般的微信 LINE 甚至你看一些不是超高畫質 就是高畫質的影片 你已經滿足它的需求 因此按照華為這麼強大的研發能力 未來它的功能獲得更進一步的優化 這是指日可待 因此這樣的功能對華為手機來講 當然它的附加價值 它的功能來講就會與它的對手拉開 更重要就是如果這樣的一個普及化 相關的技術會被為很多不同廠牌的手機使用 變成全世界手機 手機一個必須要有的標準功能 我認為這個確實引發大家很多對未來手機發展的一個想像空間 好 現在回來聊聊華為手機在大陸市場正叫做步步攀升 蘋果的iPhone不抵愛用國貨 大陸手機第二季的市占率公佈了最新出爐 結果華為已經超越蘋果囉 靠的是華為的公關奇才 它靠突襲靠靈活的策略的這樣的一個價格決策 衝出封鎖困境嗎 我們帶你來看看 這是在第二季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占率最新公佈了 這個是Canalize的最新數據 我們看到的是蘋果手機第二季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同期出貨戰比 本來是16%下降到14% 這個數字它跌落到了只有排在的第6名 但反觀華為呢 華為的出貨量標增了4成市占率增加到15% 好 我們帶你來總觀看一下 在第二季大陸手機的市占率排行榜 前幾名當然不用講都是大陸自己的品牌 Vivo第一名 第二是OPPO 再來看到華為現在15%的市占率排在第4位囉 蘋果掉到14% 它前五都擠不進去了 只剩下排在了第6名 我想先混一下黃教授蘋果到底怎麼了 其實蘋果在中國大陸一直在推出降價的策略 他也希望能夠拉回它的市占 但是似乎沒有用 降價了還是被華為超車嗎 那蘋果現在到這樣的一個市占率的落後 跟它的中美貿易戰有沒有關係 這個絕對有關係 而且我們看到蘋果它在今年的3月開始 因為它發現1、2月的銷售不好 而且那時候應該是農曆新年 理論上應該賣得還不錯 結果銷量不好 所以它3月開始降價 4月降價 確實看到了它相關的成果 它的整個量體爆發了 可是在它量體爆發的時候 我們也看到整個中國大陸在今年的4月左右 它整個的手機銷售量 跟去年同比增加25% 所以蘋果增加沒有錯 但其他廠牌一樣增加 所以我覺得說現在看到很多的數據 確實是中國大陸的消費者信心比較低 但是這些還花得起的 然後這個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真的還是兵家必爭之地 所以蘋果其實念之在之 就是怎麼樣可以重回過去的榮耀 可是蘋果確實 我覺得第一個它的機子 我覺得有些人覺得沒有什麼新鮮感 你有用嗎 我是沒有用 但是我比較喜歡安卓系統 因為你可以靠自己邏輯 去做一些設計 而不是蘋果都幫你做得好好的 你直接拿去用就好 我比較喜歡挑戰 所以我覺得蘋果它的整個的 機子的設計可能有點老了 現在大家都在看它未來一兩年會推出的AI AI手機 如果它可以結合了OpenAI這些系統 或許它是一個重新站上浪頭的一個轉機 那當然您剛剛講到的美中貿易戰 確實是 因為那個激起了中國大陸的一部分的愛國主義 那為什麼要用美國貨 當然蘋果的手機它曾經代表過一個就是高級品味 曾經代表過 但現在你真的覺得拿一支蘋果手機 代表是你比較有享受生活品味 你是比較高端人士嗎 其實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中美貿易戰帶來的愛國主義 影響了美國這個蘋果手機的銷售 那第二個 其實我覺得就是中國大陸的政府 它也一再地宣導 不要使用美國製造的通訊 還有儲存設備 是 因為美國已經這樣講了嘛 包括華為都被殺成這個樣子了 那中國大陸現在就 你這個 你既然這樣講我 我就要求我的內部 也不要 盡量不要用你美國製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是之前看到 包括一些Windows的系統 都在一些公家部門 其實逐漸的被減少使用嘛 所以蘋果也受到這樣 中國大陸政府政令宣導的影響 但還有一個第三點 我比較少聽人家提到了 但是我覺得應該也是個影響 就是整個中國大陸 不只是它手機的質量進步的快 而且包括它創新 它的這個新機的出廠速度也快 我們可以看一下 包括現在市占第一名的這個Vivo 它的新機是 目前的新機應該是在去年底推出的 那現在應該還在銷售的 差不多還在高原期啦 它的另外一個 據說也很可怕的新機也快要出現了 我們不是在幫人打廣告 而是我們在分析這件事 就是所謂的手機車輪戰 對 新機速度更新快快 然後還有包括 或許等一下會不會提到 像折疊機的這個出來 也是非常的快 那更不用講說OPPO也是啊 它的新機也是今年春才出來的 那可是蘋果呢 你要等到九月 一年一機啊 對 你要等到九月 沒有就是一年一機 它主力機總要等到九月 所以它現在可能銷售已經慢慢到了下坡的時候 那九月出來的時候我相信啦 我們在看數字 應該不會太糟糕 但是今年到底整個鋪平下來看 蘋果的手機表現會怎麼樣 我覺得他們的危機感應該很重啦 是 所以其實這個是在快速輪動 你蘋果過去這樣的策略 是已經跟不上現在的手機銷售 還有一個關鍵重點我們來看到 就是說基本上呢 蘋果當然也要出新招 所以蘋果現在想要推所謂的折疊機 好 問題是折疊機有用嗎 我想跟莊教授一起來看 我們來看一下了 蘋果現在傳出來了嘛 它要加速開發它的折疊機 本來說2027才要出來 現在說2026往前趕快推一年 為什麼 因為它要跟 它要趕快跟上 就是接下來包括你看 因為三星早就在推了 那華為早就在推 華為接下來要做三折的 它現在說它即將要趕快推的這個折疊機 機身還要致敬三星的Galaxy Z Flip 6 可以看到照片上這一張 可是問題是它要突破是什麼 第一個 螢幕會有折痕 自然你的厚度還是滿大的 這兩大關鍵你必須先克服 但是外媒推測說它必須往前趕快推出的原因 就是因為現在折疊機市場的滲透率速度 真的是優於預期的 所以蘋果不得不趕快把這個新產品 早一年推出來 那莊教授你怎麼來做觀察呢 你覺得有用嗎 畢竟你看我們剛才講了嘛 華為人家要出三折了 那三星人家是最早的 所以你蘋果在這個時間點 你能夠搶到什麼樣的試占的效果 它的策略 它的品牌 甚至它的價格都會是關鍵嘛 是的 當然智慧型手機不是蘋果發明的 但是在台灣人心目中呢 蘋果的iPhone 一直是裡面的領導品牌 是它的代名詞 而且是手機裡面的王者 當然我們這幾位不是年輕人 所以沒有用Apple 沒有人有用Apple 但是呢 剛剛黃老師也提到說 在中國造物市場的一個很大衝擊 事實上 等一下我會介紹說更大的衝擊 那這個消息是來自於The Information 這個業界的雜誌 我特別查了一下 雖然沒有相關媒體報導跟進 但是釋出必有因 這個雜誌有點像 我們台灣的數位時代 這個Visney Next 這樣的一個介紹產業動態的雜誌 但是我不認為 這具有一個關鍵的意義 因為周星馳在他電影裡面 詩人就講過嘛 所謂比賽 就是對手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就跟你游泳跑步一樣 你要做出跟對手一樣動作 那商場競爭也是如此 今天三星華為都有類似產品 那蘋果沒有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也不意外 但能不能扭轉蘋果目前面對困局呢 我會打上一個問號 因為綜合各家媒體報導來看 蘋果目前至少面對五大困境 第一個是Apple Car產培 雖然沒有揭露多少數據 但是按照媒體報導 大概損失介於數十億美元到百億美元 所以他砍了 他不做了 對 因為他就血本無歸任賠殺出 那相信之下小米汽車卻是 轟轟烈烈烈的上市了 那也吸引了很多媒體的報導 以及民眾的採購 但是後世如何無法判斷 至少在這個第一步 蘋果是疊個狗吃死 第二步呢 蘋果是官司殘生 各位看起來在台灣 雖然它試占率是第一 但是我查了一下 它目前在台灣試占率 百分之三十 那顯勝百分之二十九的三星一%而已 那當然接下來就是 類似歐寶 歐婆這些 世界各地的全世界試占率 他也排名第二而已 剛剛我們報導的時候 黃老師也提到說 他在中國是排第六 但我們很給他變職 我看到中國明月報 是把它列為其他類的 就例如前五名 我們很給他變職來列個第六 那在世界他是排名第二 試占率大概百分之十七 那輸給三星的百分之二十 那第三名是傳營百分之 小米第三名百分之十四 傳營百分之十 第四 歐寶百分之九 第五 第五 這是全世界的試占率 所以在台灣感覺還是第一名 但事實上它在世界各地跟中國 確實已經識別了 那它官司產生的理由在於哪裡呢 因為它是屬於封閉性系統 剛剛黃老師講到 你不喜歡它是因為它封閉性系統 必須用它iOS的作為系統 然後呢 你也必須用專屬的這個 專屬的地方去下載應用程式 現在還要Type-C 還要充電線 全部都要它專屬 當它App Store去下載它專用的應用程式 然後它有綁定它的電子支付方式 你不能用別家的 它有專屬的瀏覽器 專屬的收據運輯 都很不爽 所以歐盟有一個數位試掌法 就要規範它這個行動 因為它裡面對於串流音樂的綁定 已經被裁罰18億歐元了 在美國也有這個壟斷 反壟斷的一個官司 甚至它的Apple Watch 也涉及到侵權 打得不可開交 另外呢 它因為它在AI市場進入太晚了 當OpenAI 瘋瘋瘋瘋瘋推出了Track GPT 一路從三年到四年 它根本沒有跟上 別人的市集很熱鬧 它完全沒有跟上 此外呢 它在推出一些冷門產品 像VGIN PRO這個所謂的VR裝置 也賣得不好 所以有人認為 Apple要被你很大的難關了 是 那對比一下Apple 我們跟店長起來看 那看華為呢 其實我覺得華為最厲害 就是它特別喜歡初期招 它不只是手機可以意外降價 它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我們來看看它最新推出的 其實它在剛剛開賣的 華為的PRO 70的系列 全手機系列才賣三個月 它已經開始降價了 為什麼 因為它覺得成績不到它的預期 全系列降價人民幣500到1000塊錢 這數字是蠻多的 因為它本來也不是定價太高的 這樣一個機種 那主要就是因為銷量 因為它覺得成長超過100%不夠 它訂的目標是150% 只要不如預期我就趕快換 換什麼奇招呢 你可以看到 這是華為的常務董事 他去上了大陸非常非常夯的直播節目 叫做與揮同行 大陸非常夯的人氣直播主 同時在線60萬人同時觀看 4個小時銷售額突破了1億人民幣 華為的整個商品賣得超過1億人民幣 我們可以看到 華為這樣的策略讓大家覺得說 確實它在整個價格的靈活策略上 使用得非常厲害 這樣也是會激發出潛在需求嗎 我先說一個 因為我以前在一個很大的商人旁邊 我退伍已經20多年了 我在他旁邊大概待了兩年 基本上是他的特助 那經常因為跟他 跟很多大的商人在一起 我覺得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一個商人如果在大陸沒有野心 他絕對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商人 你就光看那個徐晨東跟那個與揮同行 同時在線60萬 4個小時賣1億 這些東西在台灣 你什麼時候你可能做得到 而且1億是人民幣 4億多台幣 除了這個之外 但是我要講一下 也就在那兩年中 我深深體會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廠商 如果他現在開始做一個打折促銷 一定是他銷售不如理想 不如預期 而且他不是賣得差 只是他的成長比例他覺得不夠快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事 你舉一個例子 我台灣最熟的一個就是鼎泰峰 鼎泰峰從開業到今天 他有沒有曾經打個折過 買一個好比說小籠包送你一個蛋炒飯 沒有 他這一輩子這麼長的時間 這麼多的店 從來沒有打過一次折 為什麼 因為他人滿為患 他怎麼需要靠打折來去促銷呢 那華為呢 就是他廣告我看他都沒做 他都已經都客滿了 他要去做幹嘛呢 就當他人滿為患的時候 他一點都不在乎這個 我已經供不應求了 我怎麼還會打折 所以當他打折 記住我 我當時深深感知到 只要打折就是他銷售出了問題 好比說你現在看 好比說某個披薩卡 最近買一送一再打幾折 再送個這個雞腿 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最近銷路一定不好 這是我根深蒂固的 所以當我一看到這個東西 哇 他一定是銷路不如預期 不如預期這是一個 第二個 那他打了多少折 我看他整個時間大概是10% 其實只有10% 少一點89到1112 意思就是說 他沒有很不如預期 如果很不如預期 是買一送一 看半了 對他會買一送一 如果他買一送一 就哇 那真的是他可能很糟糕 那10%就是沒有他這麼的好 但也沒這麼的差 這種做法通常都是有利有弊 短一定多嘛 立刻增加了 但是我昨天才買的 你今天就少了這個800 這個人民幣 我7月都氣死了你知道嗎 所以他有他的這個缺點 但是如果他對自己的CP值有信心 就你只要用了我了 就一定說我的好 他盡量去做 我覺得這東西完全跟他的性情有關 是的確 中國大陸很多人也氣死了 因為其實三個月不到10點就降價 所以其實這個常務董事 他其實在直播當中 他有特別提 他有道歉 而且他有開了所謂的補償方案 但是我想跟莊教授 一起來聊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真的很值得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叫做 所謂的戰狼中的戰狼 公關界的奇葩 你看他喔 其實基本上他說過 他說過去五年 他們團隊真的歷經了 非常非常艱難的時期 其實大家都知道 他講的就是這次中美貿易戰下 這五年他們真的一開始初期 真的過得很苦 他說團隊開不了工 曾經把手機市場份額做到全球第一 兩個季度就直接被打下來 一年的發火量不到過去一個月 但是他說艱難的事情 就是他能夠讓團隊更加強壯 所以他覺得困難是堅強抑制的 這樣的一個磨刀石 你怎麼來看這個人 他真的是讓華為在困境當中突圍 特性是什麼 好 我有一點先補充 剛剛黃建長所講的 大概十年前我班上的陸生 在台灣完成學業要回去的時候 帶回去的半熟了有一個 就是Apple的手機 為什麼要買iPhone呢 因為新機型在台灣是更早推出 會比中國更早推出 而且呢 價差大概將近一千塊人民幣 但現在沒有在買這東西啦 現在都買茶葉 買鳳梨酥啦 成績而始淪落到要打折 180人民幣來促銷的一個狀況 那這邊呢 余承東 如我們剛剛介紹 他是個怪咖 是個奇葩 他綽號叫魚大嘴 因為他很喜歡把這個 搖搖領先掛在口頭上 而且這句搖搖領先 也是中國去年2023年的流行語之一 那怎麼說呢 他講搖搖領先 一來是華為有足夠的底氣 來講搖搖領先 二來呢 他也說給自己開支票啦 以後去努力兌現他 那事實上 很多人都關注華為在他的科技 硬體方面發展 事實上他的軟體 我們也來看到 他現在也靠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來收取專利費 而且這個模式有一點點的改變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了解 是在華為近期在向中國法院 向聯發科提出了行動通訊技術的 專利上面的訴訟 這個訴訟比較特別的是 這是華為首度鎖定的是 晶片設計的廠商 而不是這個終端產品的廠商 來提出訴訟 意味著華為想要建立他的新的 專利費的一個收取模式 剛剛說了不是從終端產品 現在要轉向這些上游廠商 來收取專利費用 那也來自於中國媒體 這一家是快科技的報導說 聯發科 好 台灣的部分 台灣的聯發科 今年第一季就需要向華為支付的金額 高達了1.3億美元 換算新台幣 大約達到43.5億的一個專利費用 為什麼華為現在改變模式了 向上游晶片設計廠商 來收取專利費 而不是像剛剛講的終端產品 有這樣子的一個新模式 Ross 怎麼看 我認為有點早說 就是華為賺錢的新模式 我相信如果他們沒有證據 他們就不會提出這個訴訟 所以或許這次是算一個例外的事件 就是說華為真的有證據 就是不管是工程師或離開華為 到聯發科工作 就帶來一些商業秘密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但是我相信華為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的話 就不會在中國提出訴訟 要來告聯發科 過去比較多的是美國公司或台灣公司 是向中國企業提出這個訴訟 而要賺利費 所以要看看華為有沒有手上的證據 是什麼樣的證據才知道 但是我認為華為應該不會以後 以這種方式來賺錢 他們還是有其他賺錢的來源 不是提出訴訟而生存 專利費只是其中一個費用之一 除了華為的話 我們也來看到另外一家 同樣也是靠這個專利費 來賺取一些費用的 包括了中國大陸的記憶體大廠 常將存儲也告上了美國加州法院 指控這一回是美光了 所侵犯它的3D Netflix 還有它的D-RAM一共是11項的專利 因此要求法院要勒令停止 美光載美的銷售產品 這個他認為他有侵權 要他付專利費 那其實這個是從2023年11月以來 長江存儲已經第二次的 控告了美光侵權了 未來會不會這樣子的一個專利費 也成為中國大陸業者 反擊美國跟台灣 這些西方盟國的一個武器 我相信以後可能會有更多 在美國提出訴訟的案件 我們剛剛有討論到 因為美國的限制 中國自己發展自己研發 其實有很多成功的例子 不管是晶片或其他的科技 但是以後可以肯定的是 很多美國公司或甚至台灣公司會說 中國的新科技發展 都是來自於我們自己已經研發的專利 而中國企業沒有付專利費 我相信以後會有更多的 如果中國繼續自己研發成功的話 以後會 不一定是中國企業是用非法方式 來拿到美國或台灣的科技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以後 很多美商公司或台灣 台商公司會提出訴訟 來告中國科技企業 同樣一個問題我也想請教大使 因為剛剛其實Ross也提到說 過去很多是美國台灣公司 去告中國大陸的部分 這個專利費的部分 現在是中國大陸自己的公司 就是華為來去告美方的公司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個我看這種科技的訴訟 主要看在哪裡告 你要在美國告的話 通常外國公司都輸 最後 最後就聽美國司法部 或者有的時候美國司法部就提出來了 什麼這些 這種所謂的這種不公平競爭 這個約定價格 然後還有專利費 因為事實上的話 我有一個同學他寫了一本書 他就說 所有的他建議科技公司老闆 你面臨到那個 這個比如說美國的大廠 對你的這種科技的訴訟 你基本上是以和解用錢解決 只能這樣子 他說這個其實就美國公司來講 科技訴訟是公司競爭的一個手段 他並不是真正要跟你 要如何如何 他是要競爭的手段 要不然就把他打擊你 要不然就跟你收錢 這是雙重目的的 所以你能夠用錢解決的話 比最後打到最後 你的公司的負責人要去美國坐牢 台灣很多公司老闆到美國坐牢 你可以不去坐牢 不去坐牢你會什麼結果呢 就你公司的產品就不要賣美國了 而且美國還有長臂管轄 你這個公司你到別的國家去賣 他也不給你賣 所以你如果在美國打官司的話 那美國公司或者甚至美國司法部做的調查的話 你大概都是敗訴 那你看我看了剛剛華為 基本上 對不對 除了 你剛剛存儲是在美控告美光 去美國控告 對 那就要看美國政府 這個法院的可信度如何 那可是呢 你放心我們美國的法院 非常客觀獨立的機構 不會因為政府說什麼 而決定什麼輸送案件 這個我 這個我就是說保留一點 那華為是在中國法院告 對不對 華為在中國法院告 你如果說中國法院的判決出來的話 你不履行的話 事實上你這個公司將來在中國大陸銷售 你各種的這種行為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那如果說要提出讓你的負責人犯刑事責任的話 那你搞不好也要去坐牢 美國的告法常常就是要你的負責人去坐牢的 你看我們台灣好多好多科技公司老闆在美國都坐過牢的 都坐過牢的 加起來不少人可以組這個同學會 為什麼他要去坐牢 因為他要為公司犧牲 要不然你不履行法院的判決的話 你的市場通道就沒有了 那現在我覺得中國大陸有挾著比較大的市場的這個實力 他在中國法院告你這些外國的廠商 你最後你敗訴你一定要怎麼樣 你一定要就是說你一定要遵照 你如果反抗的話 你可能你將來你這個公司在中國大陸 你的營銷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的廠商會越來越用 用這種這種所謂的法律手段 其實這個是美國的科技大廠 在上個世紀 80年代 90年代一直都在用的 美國教他的 就是一種競爭的一種手段 就是說商業競爭的手段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顯示市場大 比如說你這個NVIDIA它掉120億 它痛不痛 它當然痛了 對 也就是中國大陸在被制裁的情況下 還有120億的購買量 這個對很多美國的大廠影響都很大 美國譬如說 美國這個晶片的設備的製造廠大廠 他們跟華府的這個政治角力都說 你不要禁止我賣中國大陸 對不起 我去年一年在中國大陸 營業額佔著我全體營業額的三成 那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廠商有條件 用中國的法院去跟美國廠商在中國來做 司法的怎麼樣 司法的鬥爭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遊戲規則就是說 你有市場 你的法院別人就會聽 你沒有市場 你法院開在那裡人家也不理你 持續來關心同樣也是高科技業 這個是我們要來關心的是半導體 美國投資銀行傑富瑞在給客戶的報告中 特別指出了 白宮 美國白宮10月份審查半導體產業出口政策時 有意在持續擴大 好 又是針對灰達AI晶片 銷售中國大陸來做管制了 連現行的降規版H20晶片 都說不准再賣了 那傑富瑞也預估一旦 美方管制H20銷往大陸 灰達損失金額高達120億美元 而且路透社也做了報導說 灰達目前正在和大陸主要的經銷夥伴 這家叫做浪潮集團合作開發 下世代的AI晶片 B20 如果美國再祭出新的限制的話 將會影響到B20的開發 我們看到現在白宮限制大陸的AI發展 真的是管制的非常嚴格 有沒有想過第一個可能傷到的反而是 美國自己的晶片商 威達剛剛說了損失金額高達120億美元 而且現在要進恐怕會有兩款 第一個正在賣的H20 第二個開發中的B20 損失對於威達來說 是不是根本就難以估計 但是還是要做 為什麼 街道士怎麼看 對 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科技禁運 晶片的制裁 它是隨時是動態調整的 他覺得就是說 這樣的科技進去也不行的話 它就會立刻就會禁止 所以商務部的這個 我覺得這個禁運的名單不斷地調整 因為這個 威達的這個H20晶片說穿了 當時黃仁晶講 我是專門為中國大陸市場設計的 降規的 大陸叫特供 為什麼叫特供呢 他說你們不是商務部說明了規格嗎 因為它是有它的產品規格的 你的這個算力到什麼時候 你的整個內部的這個 這個所謂能效到什麼程度 它都有規定的 你就是不能超過這個規格 你最高規格就在這裡 那他回答就說 那我就照你商務部的標準 我設計一個沒有違反 超過你所謂的商務部所訂定的 性能標準的一個AI晶片 那就叫H20 那本來事實上是同意了 不過這個中間當時傳聞很多 那現在看起來是確定了 商務部說H20也不准賣 那當然立刻就變成就是說 回答會損失120億美元 這對回答來講 應該是也不樂見的 可是回答可能也沒有辦法 因為回答很多部分 它還是要靠美國的 尤其美國的拜登總統出來的話 他跟這個矽谷的關係 事實上是蠻有點衝突性的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回答它可能也只有從善 也就是聽命於美國政府 那會不會造成中國大陸的 在AI晶片上面 立刻產生嚴重的衝擊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會 因為第一個 中國大陸自製的AI晶片 現在傳聞 性能也不差 甚至超過H20 H20當時出來的時候 大陸很多買家 就說H20這個功能實在是不行 算力 速度都不行 能效也不符合標準 他認為比它這個 所謂的就是說 升騰920 升騰910C 910C 那比NVIDIA 它正常的H100 到其他的升級版H200 功能差太多 那可是就是說 中國大陸很多廠說 都沒有關係 我已經囤了很多H100 和H200 我暫時不會有 這種出現問題 另外也在試 這個華為的升騰910C 這一款中國自製的 大陸自製的AI晶片 說基本上看起來 不但價格比H20便宜 而且它的整個能效上 它的這個算力上 也超過H20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事實上 可能這個光鏡H20 事實上對於打擊中國的 AI晶片的供應 可能並不會產生它預期的效果 不過AI是美國政府已經標定 在現在跟未來 美國跟大陸 這個進行科技競爭的關鍵項目 對 那中國大陸也在攻堅 華為現在要有一個新的實驗室 有三萬四千個工程師跟科學家 在裡面就是集中在研究 在研究製造晶片的 而且還包括什麼呢 我的瞭解是還包括製造晶片的設備 這種關鍵設備 因為美國現在能夠卡得住中國大陸的晶片 主要是製造的設備在控制 那晶片的設計呢 事實上 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尤其華為的晶片設計 從它上一次這個 所謂的這個Mate60 Pro 用7奈米的晶片 突破了美國的科技管制 那也製造出來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晶片 麒麟9000晶片 中國大陸自己設計 所以晶片設計能力具備的話 那就是製造能力 製造能力的話 現在聽說這個華為的這個 生成910C 也是7奈米 也就是說看起來中國大陸 就是說本土的這個晶片生產商 在7奈米的這個晶片的生產商 可能技術問題已經解決了 雖然外界有很多傳聞說什麼 良率不高啊 這個交貨不夠啊 供貨不夠啊 這些都無法得到證實 不過我看就是說 用這個麒麟9000晶片的 這個Mate 60 Pro 我看到是 共和量非常的充足 那甚至Mate 70 Pro 也要出來了 所以看起來大陸在這個 7奈米的晶片上 製造上已經獲得突破了 那我剛剛講 晶片設計上 大陸上看起來已經是突破了 所以我覺得美國現在即使 把這個AI晶片 讓輝達付出120億美元 一年這個銷售量的代價 可能對於中國大陸在這個方面 AI晶片方面的這個發展的這個 我認為只有加快 不會延寬 為什麼 買不到就靠自己啊 那中國大陸我們剛剛講 連這個 我們講這個 這個神舟18號 精準在這個 都是按表操課 直接到這個天空站去報到 接軌這個銜接 然後所有東西都是高精密度 高科技的 都可以做得到 你覺得AI晶片 大陸會做不出來嗎 這是遲早的事 好 除了大使剛報 我們特別提到的 華為這款深騰910C 它的效能整體來說 超過H20之外 這個H20是降規版的 專門為大陸市場客製化的 那參例速度 其實也只有常規版H100 H10它的 H100的64%左右而已 就算是這樣 白宮還是要限制 這樣就能掐得住 中國大陸AI的脖子嗎 將軍用什麼看 我認為這個 這個H20晶片 它雖然它的算力慢 但它邏輯能力強 還有它的儲存能力高 有它有兩個優勢 可以做彌補 做替代 但是我認為這不是關鍵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成熟的 成熟的產品 而且美國的用意是在 對中國大陸科技發展的降速 或減速 那我們直接講的話 就有點科技戰 有點叫做卡帛子 不要讓中國大陸增速那麼快 如果能夠給它有刺激品的話 那對中國大陸來看 是不是能夠間接的就限制 中國大陸在科技成長的速度 是這個樣子 但是我們可以看中國大陸 在這一方面 它可以分兩個來分 第一個一般的這些也不要用那麼高檔的 它用這個我們講到的H20晶片就可以了 它就用一般的 那至於高科技的高算力的 那就自己來做研發 它可以這樣來做客服 那為什麼一定要自己來做 或者為什麼一定要自己來買 直接切兩個 如果這切兩個對中國大陸來看的話 是比較經濟的 比較經濟實惠的 它可以降低 這個美國 這個雖然對中國大陸這些相關的 尖端的產品 它提供的這些晶片 是降低了它的參數的標準 但是問題是安全度 安全是不是百分之百安全 是不是科技控制在人家手上 裡面會不會有一些搞鬼在裡面 會不會是暗置一些東西 沒有人知道 所以到最後面還是要國產晶片 最起碼國產晶片安全系數高 可靠度高 我最起碼安心 你這個外來的晶片 有沒有放東西我不知道 是這個樣子 所以自己的晶片的研發一定要去做 一定要去做 我認為這個成熟製程 就像我們剛才講的H120 這是成熟製程 那沒關係 先機製程 真成920 一定要自己來開發 所以你看中國大陸它會有兩種系統 當然我們這樣講 輝達也喪失了一個很大的商機 因為降速減速 那中國大陸就買一些 一般的產品 它就用H120就好了 那真正的它自己在開發 我認為中國大陸有三個優勢 第一個 中國大陸市場大 我市場大就是個優勢 我自己一定要自己開發 因為將來的話 我這個一開發成功的話 我市場源源不斷 有市場就有需求 有需求它就可以賺錢 所以它是市場 第二個研發團隊大 我們隨便講一個 我們講華為好了 華為研發團隊的話 包括它的精算式 包括物理學家 包括數學家 總共加起來2000多位 2000多位多大的研發團隊啊 那我來研發嘛 我就不要去靠外面嘛 遲早要走自己的路 那就走研發上的投資 既然市場那麼大 這個研發團隊那麼大 第三個 有一致性 因為中國大陸它是一致性的 沒有像美國 你看美國為什麼F24 F35 或者F15 F16 它都要做競爭 那中國大陸不要競爭 我們就是一條路 就這一個規格 你看它的高鐵一個規格 這個一個規格 這個一個規格 一個規格的好處 就是說不會浪費 你為了兩個 雙軌了之後 有競爭會有進步 沒有錯 但是問題你兩套投資 那中國大陸一套投資 這力量我們知道 這個極這個決勝點 極焦點在一個地方 很容易就突破了 這個它有它的好處 兩個都有好處 你要看是什麼樣的性質 那中國大陸在哪 有市場大 研發團隊大 再加上有這個 我們叫研發團隊的一致性 方向的一致性 目標的一致性 所以中國大陸突破 是時間的問題 好 中美貿易的晶片戰 美國下一個鎖定 是大陸的成熟製程 當初打關稅 馬上一路打到產地 追本溯源 甚至還要祭出 最嚴厲最嚴厲的 長臂管轄的規則 但真的能夠有效打壓 到大陸的半導體產業嗎 全球晶圓製造 現在進入到了2.0版本 台階人提出的最新管理 我們等一下來好好聊聊 為了就是要降低 反壟斷的地緣政治風險 好 我們先來看到了 美國現在正是 每周都有新動作 美國現在打著大陸的晶片 但是你打得下去嗎 來看看艾斯莫爾執行長怎麼說的 執行長說 現在大陸依舊是 艾斯莫爾的第一大銷售市場 佔比高達49% 金額達到23.33億歐元 換算下人民幣超過185億 所以現在大陸市場 對艾斯莫爾的設備需求 還是很旺盛 主要是轉向了 沒有受限的DUV設備 我想先問一下教授 其實這個我們講過很多次 因為美國當初禁止艾斯莫爾 去出口這個EUV 那現在呢 把大陸的這個DUV訂單推升了 推到了極紫萬光地單上頭 你知道貓桌老鼠 感覺這無效的打壓有效果嗎 到底還剩下多少殺傷力 基本上我認為就是說 這個殺傷力會有相當程度 邊際效益遞減這樣的一種可能性 因為畢竟就是說 就國際政治經濟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國家的一個利益是每個國家在決策過程中間 或者是外交決策過程中間最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艾斯莫爾他的一個理性的一個盤算 當然是會認為就是說 你美國是我限制我的EUV 也就是說整個這個集紫外光的一個出口 但是沒有限制我生紫外光設備的一個出口 也就是所謂DUV的一個出口 那所以就這個邏輯來說的話 就是你等於是開了一個口嘛 那中國也有相當程度的一個需求 好 那我就對中國輸出UV 那個DUV嘛 生紫外光的一個部分 那基本上來講的話 等於就是說 中國等於是艾斯莫爾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大概輸出了百分之 大概在整個百分之49% 百分之49% 它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快一半 大概有 對 大概有23億的一個歐元左右 23億的一個歐元左右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非常非常顯著的 好 你限制我A的出口 那我就從B來尋求一個破口 因為畢竟就是國際政治經貿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生命會自己找到出口啦 好 那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美國也絕對知道 會有這樣的一個可能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說呢 它也不可能針對荷蘭或是針對艾斯莫爾 我把你的整個賺錢做生意的一個門路 都做了相當程度的一個限制嘛 因為畢竟就一般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我如果打壓你賺錢的一個能耐 也就是說斷人財路來說的話 那一定翻臉嘛 或者是美國在這整個談判過程中間 他要跟艾斯莫爾施壓或是跟荷蘭施壓的話 他一定要拿出相應的一個資源 就換給荷蘭或艾斯莫爾嘛 那所以就這個邏輯來講的話 我當然也會認為就是 美國對這樣的一個情況也是心知肚明的 但是呢我覺得美國一定會做這樣的一個限制的一個動作 因為限制你相關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高階晶片的一些設備出口到中國 即便我在做相當程度政策的一個限制 或者是我結合我國際上的一些盟友 或是一些廠商去對你中國大陸圍堵 都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都還會找到一定程度的破口 那黃論我不圍堵 黃論我不圍堵來講的話 那你中國在這樣的一個領域的一個技術來說的話 就真的可以跟我美國做抗衡了 好的確那美國會說什麼嗎 也不會 美國的手越來越重 我們來看到了 美國每一周都有新政策 這現在最近政策是什麼呢 鎖定到它的成熟製程來打 而且呢 以前打後端 我現在改到前端了 我重新產地出手 其實這就是川普所謂的什麼啦 Made in USA 我就是要找美國製造嘛 我們來看到了 現在就傳出美國還要考慮擴大製裁喔 下一個聚焦在哪裡呢 中國大陸半導體的成熟製程 除了課徵關稅之外呢 我就判定你到底晶片生產地在哪裡 本來是看你的封裝點 現在到了產地去了 追本溯源的控制你 那這個方法到底有沒有效呢 我想問一下院長 其實你看輝達 輝達當初AI的高端也是被限制嘛 他從新加坡進去 你要說我產地 我可以洗產地啊 所以你怎麼看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啊 就像說打地鼠抓漏水 打不勝打抓不勝抓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我們看幾個指標 第一個你跟從這個川普開始啊 這個美中之間的這個貿易額啊 上上下下結果還是往下走啊 這個實際的額度呢是降低的 可是呢 它跟其他的國家的額度是上升的啊 你像譬如說這個墨西哥 你像譬如說這個東南亞 那這裡頭有沒有中國因素啊 那當然有嘛 那意思就是說你中方的這些產品呢 就從旁邊進到美國去啊 那所以說你就把這個增加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美國跟其他國家貿易額度增加的這個部分 然後你要把它加到跟中國的這個貿易裡面 那可能才是真正的跟中國的這個貿易 好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啊 我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在八九六四以後啊 歐洲聯盟啊 包括美國在內啊 它就開始禁運 可是禁運到今天啊 只有軍事的設備啊 歐洲聯盟還是堅持的 不賣 還是禁運 那可是呢 這裡頭又產生一個什麼效果呢 好你不賣 你不賣 不賣我自己研發 現在的狀況就是 他們的原本 他們歐洲是兩個兩個說法 一個說是我不賣 一個說是我還是要賣 不賣的意思呢 就是說我背格 我就是讓你讓你沒辦法發展 另外一個說我要賣的規 這個這個說法是什麼呢 是說我賣給你的話 我可以控制你 好 我可以控制你的零件 控制你的維修 控制你的所有的這個部分 那讓你沒辦法發展 或讓你受 始終受我的影響 那可是呢 這一派 也就是說 這個要賣的這一派呢 被打敗了 那所以說現在是 還是杯葛 那杯葛到現在 你看看 它的這個武器的發展 還有不要講別的 我們看看華為的情況就知道了 那這個就最好的例子了 那這樣子的話 你弄好 你繼續做吧 因為美方他也沒有辦法 他也要對國內交代 那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那就看著辦吧 那我倒覺得說 他現在的這種做法啦 是 四倍功半 是 但是大選前啦 他一定還要再出眾所 一定還要再交代 我們看到拜登怎麼說了 拜登現在更嚴厲的政策出來囉 拜登現在要做什麼呢 拜登現在直接點名了 就是這兩家公司 東京威力科創 再加上艾斯莫 小心喔 我要記什麼來伺候了 FDPR 這叫什麼 外國直接產品的規則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只要是外國製造的產品 在任何方面用到美國技術 美國我就可以對你實施管制囉 就是說你要在我美國製造了啦 又是回歸到美國最偉大 所以軍長你怎麼看 這個招的會不會又是盟友 你說美方當初1990年 他那時候說拉德國來 毀了日本的半導體 因為日本幫你那時候起來了 所以現在會不會又是 開始重蹈覆測 顧忌重拾 有一些政策是 把盟友給打垮了 然後我自己強大起來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他這一次的這個政策 是非常奇怪的 誰得利了 廢紙在一夜之間 噴飛了500億美元 最近兩天 不管是美股或是台股 都跌的是慘崩啊 如果你有投資股市 我相信你最近一定非常痛恨 長血啊 那個心啊 對 非常痛恨 美國這樣子幹嘛 我先問你 通常一個政策出來 一定是某些人得利 某些人失去利益 所以他才會去頒目 結果這個政策呢 全世界都躺下去了 那我問你誰得利了 事實上這個市場 一定是按照自由 經濟貿易形成的 好比說我在這裡做這個 我為什麼要生產這個 因為有人要賣 要買這個 我給它賣到去嘛 那我從哪裡進 這是自然的一個生產鏈 所有美國現在做的就是 把這個自然形成 自由世界上形成的生產鏈 打掉 我硬是強加規定 你不准我賣那個 不從我從那進口 那我先問你 我原來進口這裡最便宜 賣到那裡最有利潤 你都不准之後 你美國政府有沒有賠我錢 沒有啊 包含美國自己經濟都一樣 那到底會不會有用 我覺得不會有用 第一個它是叫做技術的制裁 從中國大陸的技術制裁 一開始我們都說 晶片它完蛋了 去年它生產7奈米 現在它在做5奈米 現在在做5奈米 它正在研發的是3奈米 所以它還是在突破 第二個你說它的出口 現在有28個國家 跟中國大陸簽署了 FAT就是自由貿易協定 就我們關稅能夠盡量的停掉了 不要有關稅 就算有也是有限 就這28個國家 沒有任何歐美的國家 這28個國家已經占中國大陸 出口的38% 那其中還有另外10個國家 正在跟中國大陸簽 我們是不是能夠也簽FTA 就自由貿易 那這個加起來 就可能將近50%了 就是你去再怎麼限制它 去卡它都很難 而且它還有金磚 善合會 南方國家 中亞國家 還有所有加入一帶入入的 140多個國家 只有你歐洲跟美國去打壓它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是 好的確 那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當然現在全球半導體 大家自己都要應對 看看台積電怎麼來應對的 這個方法真的叫厲害 台積電剛剛看完法說會 我們來看到董事長魏哲家 提出了這樣一個全新的概念 叫做什麼呢 晶圓製造2.0 就是說過去來說 把這個晶圓代工產業再往下延伸 把可能下面的封裝啦 測試通通拉進來 這些通通都叫做晶圓製造 新定義的框架之下差別在哪裡 來跟觀眾朋友仔細簡單來講一下 過去講晶圓代工 台積的市佔率會超過50% 這是川普現在打他的嘛 你就是壟斷市場 你就是錢賺太多 所以我要跟你說保護費 那好 現在晶圓製造2.0出來之後呢 台積電市佔率會縮小到大概就只剩下28% 第一個就降低了反壟斷的風險啦 再來你要跟我說保護費嗎 其實我也沒有拿很多錢啊 我的市佔率有往下調囉 台積電這個做法真的來說 我們看起來是真的非常的聰明嗎 來教授你怎麼來做觀察 過去常常說啦 美國常批說中國大陸這個營商環境不可預測 那你自己現在呢 是不是也在創造這樣一個環境 所以啊 台積電這個方法出來了 你怎麼看 對 台積電其實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 具有戰略觀的一個產業 也就是說它的定義 這整個晶片的一個製造2.0來講的話 大概其實有幾個戰略上的一個考量 第一個就是說 它為了要因應先進製程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技術 你一定要發展先進的一個封裝的一些技術 它基本上可以擴大業務的一個範疇 這是它第一個考量 那第二個考量就像十分剛所特別提到的 也就是說有鑑於整個高通 或者是NVIDIA 輝達 它之前都被祭出了反壟斷的一個法規 等於就是說會被 已經被調查或者是被控告 那像這樣的一種算是前車之鑑 這樣的一種概念 台積電當然也會去心領神會裡面的脈絡 所以等於就是說你這樣的一個晶片製造的一個2.0的一個定義來講的話 它就可以借以去降低它自己本身的一個市占率 從50%左右然後降到28% 它某種程度就可以去避免 美國祭出的一個反壟斷對我的一個調查或是對我的一個控告 這當然是第二條的一個戰略的一個軸線 那所以就這樣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策略來講的話 主要來說當然是因應 川普有可能當選 因為他之前的一個話非常非常的強硬 而且點名我們 對對對 他就說你台灣拿走了所有的晶片的一個業務 那我們當然要向你收保護費 這個話講得非常非常的強硬 那除了川普之外 他的副手FANS也同樣是支持反壟斷的一個政治人物 那所以就整個正副手對於反壟斷都這麼在乎的一個情況之下 台積電做一個超前部署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屬於戰略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最後來講的話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特別提到就是呢 美國好像都指稱就是說 中國大陸在整個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市場 或者是政策等等環境啊 等等好像都是變來變去 那美國現階段他也這樣子做 坦白講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符合美國 他是以本身非常彈性的一個國家利益 我罵別人可以 但你如果指責我的話 我是不行的 那所以基本上我們都看到美國這樣的一個 以自己本位主義為主的 這樣的一個不可測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環境 那基本上他會符合他的利益 即便是以零為禍 他也在所不惜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邏輯上面來講的話 其實各國或是一些合作夥伴 也看得非常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所以呢 合作夥伴或是盟友紛紛的跳船 或者是有相應的一個應對方式來講的話 我覺得非常非常合邏輯的 就像台積電 他 現在與未來共心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展現